消费者信心指数创20个月新高 台股大盘指数占上8000点大关 中央大学昨天也公布 本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65.39点 不仅是连续第4个月回升 也创下从去年5月至今近20个月新高 其中5项指标都被看好 上升最多的是投资股票时机 购买耐久性财货时机 家庭经济状况 国内经济景气 及就业机会也都回升 但物价水准则是下降 显示景气逐渐回温 但民众也担心民生物资因此跟着上涨 当然现在就在消费 有啊 而且现在好像很多旅客都来 所以有大幅感觉 我觉得那个消费力很强优积 而且现在房市也比较好 因为我最近刚卖了房子 对啊 而且 也卖了不错的价钱 我觉得对一般百气感受不到 对业界或者是对商 商投资的 对 那种可能影响比较大 精品业者表示 上月底起买气明显成长 消费上百万元的买家 比金融海啸时成长了约三成 受到三万元货物税补贴激励 车市也明显感受到景气回温 学者表示 几个月看起来这个消费者 信心是比较强了一点 跟去年的基期来比 因为成长率当然是比较高 因为去年的基期是非常差的 但是如果时间再拉长 未来半年的情况 那个变数就稍微会多一点 动新闻台北报道 通知新闻台北报道 电视连供变数饭